他花了几百万修的店 被人一天不到就给拆掉了 这家店的地皮是安九丽公公送他的 店面也是他们一手一脚修起来的 但街道主任你就要真用 他们就必须搬出这里 看着一地废墟 安九丽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安九丽去了女儿生活的乡下 那里连块豆腐都吃不起 为了挣钱给女儿增添一些营养 安九丽决定在废墟上继续工作 他把招牌拿出来重新组装好 就算街道主任跑来训斥他 他也丝毫不退让 他已经失去了家和事业 不能连自己的招牌也失去 安九丽坚强的活着 但他的婆婆却还在继续学小提琴 他一直想让他老师搬去跟他们一起住 可老师碍于他有丈夫 始终不肯答应他的要求 结果当天晚上 470架美国B29轰炸机降落在了东京 安九丽他们所在的区域也遭受了大规模轰炸 此时安九丽的员工们已经回到了老家 只有一个没结婚的员工还跟在他身边 轰炸时 员工的存款被埋在防控洞里 他不顾一切想去拿 因为那是他跟安九丽这么多年 攒下的全部积蓄 纯之界不光是要去给员工找存款 还要去拿家里的照片和荣柱写的书 但火势已经蔓延开来 纯之界的脚被压住动弹不得 他迟迟没能出来 安九丽还以为他被烧死了 不料一分钟后 他竟然完好无损的从火中走了出来 安九丽终于放下了心来 看着纯之界抢救出来的书 安九丽的心里无比欣慰 这些书是荣柱存在过的证明 纯之界回忆说 他都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出来的 明明他的脚被压住了 可等他清醒时 他已经安全离开了屋子 看来荣柱还是在保护着他的 他虽然离开了 但心与大家始终同在 这次轰炸死了很多人 剩余的人就算活着 也不能继续待在东京了 谁知道这里 什么时候会再遇到袭击呢 纯之界决定去他朋友安音那里居住 安九丽的婆婆 则要去找他的小提琴老师 可等他来到老师家时 这里早已成了一片废墟 得知老师已经死了 婆婆顿时瘫坐在地 哭了起来 老师的死对婆婆的打击很大 安九丽知道 婆婆不想在这种时候回老家 便带着她和孩子们去员工家里住 员工老家住在乡下 那里还比较安全 安九丽希望婆婆能在这里治愈伤痛 但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 虽然员工的父亲很欢迎他们 可员工的姐姐却非常不满 好在员工父亲知道安九丽 对他们家的帮助 所以他不管自己大女儿愿不愿意 直接把后面的小屋分给了安九丽居住 这里虽然狭小 但能有个容身之所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为了帮安九丽修缮房屋 员工还叫来了他的暗恋者 暗恋者带着他的孩子 帮忙修理坏脚的地方 有他们的帮助 安九丽他们正在这里安下了家 吃的方面安九丽不用担心 员工会按时给他们送菜来 只是安九丽婆婆心里的伤痛 只能靠他自己走出来 老师死后婆婆就很少说话 他欲竭于心 就连安九丽叫他他也不理 安九丽平时只能去找员工聊天 可这天进去时 他竟听到员工姐姐在训斥他 他们寄人篱下饭都要吃不起了 可婆婆却始终不愿意回家当夫太太 安九丽的公公有钱有势 但婆婆爱上了别人就不想和他生活在一起 现在他也得老实去世了 婆婆更不想回家面对公公了 安九丽想要劝他回家 可婆婆只是一个劲能摇头 安九丽不想勉强他 只能自己想办法寻找食物 他不能再接受员工的赠与 因为员工的家里已经给他施压了 安九丽还有钱和贵重物品 他可以靠着这些去换些吃的 安九丽找了好久 才终于找到一个愿意给他食物的人 不过别人不要钱 只要他的名贵衣服 这衣服是融住生前买给安九丽的 但安九丽还是毫不犹豫的用他换取了食物 员工知道后非常心疼他 他清楚安九丽有多真心那件衣服 结果现在为了一杯了食物 他竟然把衣服给了别人 那些食物吃一点少一点 等到吃完了 安九丽就只能挥起锄头开始种地 他从出生到现在都没干过农活 连地要怎么种都不知道 好在员工的安恋者愿意教他 他才一步步学会了耕种 对于安九丽的处境 老家的公公丝毫不知情 他每次写信都只说好的不说坏的 他想让公公以为他在员工家过得很好 可公公那么聪明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想不到寄人篱下的滋味 所以他和融住弟弟商量 打算把安九丽他们全部接回来 可就在这时 空袭警报响起了 老家也成了不安全的地方 第二天安九丽他们得知老家被轰炸了 安九丽急得要命 他生怕公公他们被炸死 但一旁的婆婆却非常淡定 婆婆似乎得了抑郁症 安九丽不敢再给他增添压力 他决定自己去调查公公的下落 谁知几天后 公公竟然自己找上了门来 他告诉安九丽他们没人受伤 融住的弟弟去了弟媳家里 公公则准备把安九丽他们接回去 然后再重新修建房屋 为了让婆婆开心一点 公公拿出了以前老师写给他的信 还有老师喜欢的唱片 他也给婆婆带了过来 公公希望这些物品能帮助婆婆走出伤痛 等到婆婆不再抑郁的时候 他就把他和安九丽接回老家 担心安九丽他们在这里被人欺负 公公还送了一块金表给员工的父亲 有了这个东西 安九丽他们至少不用再看人脸色了 公公走后安九丽给婆婆找来了一台留声机 听着熟悉的乐曲 婆婆内心的伤痛终于慢慢被治愈了 他想起了死去的老师 也想起了公公对他的鼓励 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他和公公是年少的夫妻 自然也该是老后的伴 婆婆振作了起来 等到安九丽再看见他时 他已经下地来帮安九丽干活了 他儿子去世十年了 儿媳还一直照顾着他 因为他年轻时把安九丽当女儿看待 所以他老了 安九丽也孝顺他给他养老 人本来都是相互的 安九丽和婆婆在这战争年代过得异常艰辛 可他们婆媳俩携手共进 这才没有让孩子们挨饿受动 除了两个女儿外 安九丽还有一个大儿子纯之介 纯之介留在城里继续读书 她现在占助在发小阿姨的家里 但这阿姨似乎对她别有用心 她是个寡妇 她男人在战争时死了 这让她一个人过得非常孤单 寡妇总是拉着纯之介喝酒 还主动对她进行触碰 还好两子及时赶来 不然纯之介可能真要把持不住了 她和两子从小学时就认识了 他们两情相悦 但两子太过纯真 纯之介不敢对她有什么乐举的行为 今晚两子来找她 是告诉她她要去外地工作了 不过如果纯之介不想她走 那她就可以为她留下 寡妇故意打断她们的谈话 因为她意识到两子是她的劲敌 两子年轻漂亮和纯之介真的很般配 但她不准备就此放手 她赖在这里不肯走 想要阻止两子和纯之介单独会面 两子也是女人 她感觉得到寡妇的心思 所以她忍无可忍 直接把寡妇给请了出去 两子没想到纯之介竟然和这种人住在一起 她感到了巨大的危机 为了赢得纯之介的心 她甚至说她今晚不回去住了 纯之介懂她的意思 但她没法在别人家里和两子睡在一起 可面对两子的头怀送抱 她也实在抵挡不住 俩人深情对视 脑袋也逐渐靠向了对方 谁知这时 纯之介的朋友竟然过来了 她打断了这暧昧的氛围 两子也终于打消了住在这里的想法 第二天 纯之介去帮寡妇收衣服 看到纯之介的衣服被打湿了 寡妇立马拿出她老公的衣服给纯之介换上 结果就在她为纯之介穿衣服时 两子走过来目睹了这一幕 这种情况任谁都会误会 两子毕竟还小 她不懂冲上去质问缘由 只是选择了默默离开 纯之介不知道她来过 也不知道这天之后 为什么两子就不理她了 她主动去找两子 两子也对她挨搭不理的 纯之介的父亲可是风流大少荣柱 荣柱从不缺女人 纯之介当然也一样 她做不出热脸贴冷屁股的事 见两子对她态度这么冷淡 她便以为两子不喜欢她了 就这样两子去了外地 纯之介继续留在寡妇家里 在和寡妇的相处中 纯之介也逐渐对她产生了别的情愫 成熟的女人更懂得如何征服男人的心 纯之介和她在一起感觉很轻松 反正两子跟她也分手了 她便接受了寡妇的爱意 和她走到了一起 远在乡下的安久利 丝毫不知道自己儿子谈了个寡妇女友 她每天都在辛勤劳作 期盼着能有一个好收成 家里的食物勉强能够保护 有时候安久利的女儿饿了 就会去拔别人地里种的土豆 每当对方找上门来时 安久利就会拿出家里的食物 去补偿对方 她苦口婆心的教育女儿 无问自取就是偷 但她心里也清楚 要是她有更多的食物 女儿怎么会去偷别人的东西呢 安久利和婆婆都感觉很对不起孩子 幸好这时 安久利的员工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有了员工的建议 安久利开始在乡下当起了理发师 来她这里的人络绎不绝 可员工的姐姐又开始不乐意了 她觉得安久利败坏了他们家的名胜 她不准安久利用她家的屋子给人捡头 如果安久利不听她的话 那就立马离开她家 安久利决定放弃自己的美容梦 谁知第二天 她竟从收音机里得知日本战败了 安久利的婆婆喜极而泣 战争终于结束了 他们终于可以回到东京了 可婆婆突然生病 她只能继续留在乡下看人脸色 医生说婆婆没有多久时间了 安久利不想让婆婆劳累奔波 只能让她儿子纯知界 时不时从城里给他们带东西来 最近纯知界买彩票中了头奖 她打算用这笔钱 在安久利美容院的地皮上 重新建造一所房子 那样等安久利回去就有住的地方了 纯知界兴奋不已 可婆婆和安久利却心情沉重 但他们还真的误会纯知界了 这笔钱确实是纯知界买彩票中的头奖 她的朋友眼睛小子拉着她去买的 可眼睛小子没中 纯知界却中了 她和她爸爸融住一样 财运很好 只是不知道 她的女人会不会也和融住一样多 安久利没工夫管纯知界的事情 她要忙着帮员工做葡萄藤 日本战败后 安久利又在员工家住了一年 员工和她的暗恋者结婚了 现在员工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安久利便帮着她做些隶所能及的事情 等到葡萄熟了 她就立马采些回去给婆婆吃 婆婆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安久利很担心婆婆会死在这里 他们家的房子已经在修建了 安久利真心希望婆婆能撑到回家的那一刻 这天纯知界又来乡下看望他们 安久利却听说屋里来了个奇怪的男人 他们小心翼翼的走进去 不料那个流浪汉一样的家伙 竟然是融住生前的作家好友 作家这些年一直躲在上海 日本战败后她才终于赶回来 因为在火车上看见了纯知界 所以她跟着纯知界找到了安久利他们 安久利对她的出现感到非常高兴 俩人聊了很久 话题一直围绕着融住 作家感叹融住死得太早了 她真应该多活一会儿 好好看看现在纯知界长得有多帅 送别了作家和纯知界后 安久利又开始了照顾婆婆的生活 当初她去学美容 婆婆独自帮她照顾孩子 现在婆婆老了 她孝顺婆婆也是应该的 即使东京的车利老师给安久利寄信 让她去店里帮忙 安久利也没有接受老师的邀请 她回信拒绝了老师 因为她现在找到了比梦想更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家庭 纯知界得知此事后 第一时间来找安久利 车利老师是日本声望最高的美容师 安久利是她旗下的弟子 只要安久利想回去 车利老师一定会被她重新扶植起来 但安久利却拒绝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现在车利老师可不止开美容院 她还开了个美容学校 她让安久利去学校当老师 可安久利宁愿在这里做农活 也不肯回去当受人尊敬的女强人 她只能把婆婆生病的事告诉纯知界 那不是普通的感冒 而是肝癌晚期 婆婆没有多少时间了 所以安久利无法丢下她去实现梦想 为了婆婆 她甚至连自己的梦想都放弃了 安久利的孝心全被婆婆看在眼里 婆婆不想拖累她 于是便叫来公公接她回家 安久利不想让婆婆回老家 她和婆婆相处了这么多年 早就把婆婆当成自己亲妈了 安久利和亲妈相处的时间 都没和婆婆相处得长 她是真心想给婆婆养老送终 但婆婆也是真心爱父 河西俩犹如亲母女 他们都在为了对方考虑 最后安久利还是诱不过婆婆 只能同意让她跟着公公回老家 这一夜婆媳俩聊了很久 安久利告诉婆婆 当初她还以为要嫁的人是荣柱弟弟 才会同意这门婚事 要是她早知道她嫁的是荣柱 或许就不会嫁过来了 不过虽然荣柱不靠谱 可她也从来没有后悔过 因为婆婆公公待她真的很好 她几乎没有感受过婆媳矛盾 自从安久利亲妈去世后 她就把婆婆公公当成了自己的父母 河西俩说了很久很久 但到了第二天 他们还是得面临分别之苦 安久利不会想到 这将是她见婆婆的最后一面 安久利回到东京的两个月后 婆婆便在老家安然去世了 她回来参加了婆婆的葬礼 还和公公说了好一份话 自从回到东京 安久利就在车里老师的美容学校当老师 她的名声很小 很多人都是奔着她去学习 而安久利的大儿子纯之介也找到了一份工作 她在一家学校当老师 因为帅气的外表 她迷倒了学校不少的女学生 就连学校的老师也总是来找纯之介搭讪 纯之介和荣柱一样 不管对谁都来者不拒 很快她的事迹就传到了校长耳朵里 校长请来了安久利 说是学校准备开除掉她 安久利愁得不得了 但又不得不去学校帮纯之介说话 她恳请大家看事情不要只看一面 老师也是人也会有感情 纯之介的行为是不道德 可她毕竟没有影响到工作 安久利的话音刚落 一阵鼓掌声就在房间响起 来人既是安久利学生时代的老师 原来纯之介和她是同事 老师已经不像当初那么迂腐了 她热情的邀请安久利留下来和她聊天 还说安久利的话并非全无道理 当初安久利年纪轻轻就结婚 老师一直以为安久利会影响别人 但事实证明安久利没有影响到任何人 工作 学业和私生活 这些事情确实不能混为一谈 和老师的重逢 令安久利非常高兴 可惜这并不能改变纯之介被学校开除的命运 离开学校后 纯之介就开始提笔写小说 她想成为和荣柱一样的小说家 幸运的是 这时咖啡店老板回来了 她曾一手创办过家喻户晓的杂志 在文学界也拥有不少人脉 荣柱是她麾下 令她最骄傲的一个小说家 但荣柱死得太早 没能实现更大的报复 就连荣柱的世人朋友林太郎 也因为战争放弃了写作 现在就算老板想要重新来过 也没有可以挖掘的人才 要不是安久利把纯之介写的小说拿给老板看 老板还不知道荣柱的儿子竟然倾出于栏了 就这样老板重新创办了杂志社 纯之介成为她麾下第一个作家 老板给予了纯之介很多文学上的帮扶 但灵感这种东西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纯之介写作到一半就遇到了瓶颈 因为最近她遇到了那个爱而不得的人 她的初恋梁子回到了东京 现在梁子在老板的咖啡店弹钢琴 而她的男友也是乐队的一员 梁子男友的脾气很暴躁 动不动就甩脸子走人 纯之介很担心梁子跟她在一起会被她欺负 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这天纯之介主动找梁子聊天 谁知竟看到她手上有伤 女人又要挣钱又要做家务 时不时还要被醉酒的男友殴打 可就算这样她也不愿意离开他身边 因为梁子的初恋纯之介是个风流才子 当初她被他伤透了心 所以即使现在的男友是个家暴男 只要他不和别的女人乱来 他就不会离开他 梁子觉得自己早晚有天能改变男友 但他的伤痕被纯之介看到后 纯之介只觉得他是被控制了 纯之介还是喜欢着他 他想要保护梁子 可梁子却始终拒绝他的靠近 纯之介只能把玉器化作写作的动力 他一边想着梁子 一边在纸上奋笔疾书 但老板安排给他的编辑是安九利的闺蜜 由于安九利的关系 闺蜜对纯之介非常严格 现在安九利已经辞掉了老师的工作 转而自己开了家美容院 他的生活又恢复了过去的模样 每天忙碌的根本没时间去管纯之介在干什么 纯之介现在除了写作就是和朋友们喝酒 他的朋友以前都喜欢过梁子 听说梁子身上有伤 他们立即怂恿纯之介去保护他 纯之介立马挡在梁子面前 可梁子男友早就喝醉了 他狠狠给了纯之介一拳 纯之介也不甘示弱的还击了过去 结果这一下轮到梁子心疼了 他对纯之介下达了逐客令 还怪他多管闲事 看着他们双双离去的背影 纯之介怎么也想不通 他心里握着一肚子火 导致写出来的东西根本入不了安九利闺蜜的眼 闺蜜让他全部重写 纯之介乖乖听讯 可心里藏着事 他写作的过程并不顺利 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 一个令他意想不到的人敲小了他的房门 纯之介收留了他 虽然梁子什么也没说 但纯之介能猜到他是又被他男友打了 果然第二天 梁子的男友就跑到安九利店里去找梁子 安九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能给纯之介打去电话 纯之介熬了一通宵正在睡觉 这通电话被梁子接了起来 听说男友在找自己 梁子顿时就心软了 于是等到纯之介醒来 他就告诉纯之介他要回家了 纯之介不懂他 怎么能一二再再二三的原谅家暴他的人 当初梁子和他分手时可是硬气的很 梁子回到家后 他男友为他准备了一顿分身的晚餐 他对他道歉 像之前的每一次一样 请求他的原谅 看到梁子和他男友重归于好 纯之介不由想到了昨晚他哭泣的样子 人怎么能不计打呢 他发现自己实在是看不懂他 梁子的脸上全是幸福的色彩 在他眼里那个家暴他的男友 似乎拥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 纯之介牙都快咬碎了 他再也安耐不住内心的怒火和冲动 等到梁子表演完回家后 纯之介就找上了他的家门 面对初恋的求婚 梁子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像是知道他的纠结 男友竟主动让他去跟纯之介见面 梁子叹了口气 他虽然忘不了纯之介 但也是真的喜欢男友 忽然也不会被打那么多次 还跟他在一起了 今天纯之介在咖啡店等他 只要梁子说他愿意 纯之介就会立马娶他进门 梁子拿不定主意 决定去纯之介的妈妈安九利那里做个头发 安九利是个非常开明的人 梁子想要从他这里得到人生的答案 安九利不知道纯之介向梁子求婚了 他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安慰着梁子 可他不知道他的话 已经在梁子心里落下了一颗定心丸 梁子特意打扮了一番 他决定答应纯之介的求婚 安九利也说了他没有改变 所以他只要和纯之介重新开始就好了 但就在他去找纯之介时 男友竟出声叫住了他 他表面云淡风轻 实际上早就坐不住了 今天一整天他都在咖啡店门口等他 因为他真的很害怕失去他 男友可怜兮兮的说了一堆挽留的话 梁子和他毕竟还是有感情的 于是他心软了 在纯之介和男友之间 梁子还是选择了男友 纯之介崩溃的把之前写的稿子全部撕碎 就像是要撕碎他和梁子的过去一样 纯之介怎么也想不明白 梁子怎么会跟一个家暴他的人在一起 难道自己还比不上一个家暴男吗 感觉到纯之介的抑郁 安九利特意把他叫上屋顶 这里的风光很好 就像人生一样 你站在低谷 觉得前面没有路 可你要是站在高处 下面就到处都是路 每个人都有烦恼 安九利也是一样 他现在对于发型的想法 还不如他店里的新员工 但每个人都是在学习和挫折中成长 总不能因为一点坎坷 就放弃未来的好风光吧 安九利的话 让纯之介重新振作了起来 他重新拿起笔写作 有了心碎的经历 他写出来的稿子 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纯之介终于踏上了 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看到他的作品 梁子也感动的哭了起来 可此时的男友 却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 他接受了美国那边的邀请 要带梁子去美国进行演出 梁子没有拒绝 毕竟男友才是他要共度一生的人 梁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纯之介的朋友们 但他没有去找纯之介告别 因为他怕纯之介挽留 也怕自己会不舍 纯之介和初恋的故事 可能就到此结束了 可安九利却在这时 遇到了他的真命天子 老林是报社的记者 他前段时间写了一篇 关于荣著的报道 因为老林是荣著的粉丝 所以他很不满 荣著后面去炒股的行为 他在报纸上大肆批判荣著 说荣著背叛了文学 变成了一个满身同修的商人 安九利的二女儿看到后非常不满 但安九利却一点也不把此事放在心上 可安九利开明 不代表纯之介也开明 他一看到老林就没有好脸色 纯之介把荣著当成偶像 怎么能容许别人说他的坏话 孩子本的想法 安九利不能一一改变 他最近非常忙 车利老师带着投资商来找他 说要开几十家美容院 交给安九利去照料 车利老师的老公在国外 他现在得了重病 车利老师便准备放弃事业 过去照顾他 可投资商这边已经定下了投资计划 他们思来想去 觉得安九利是唯一一个 能接车利老师一搏的人 安九利接受了投资商和车利老师的邀请 他成为了20家美容店的老板 员工们得知此事都非常高兴 虽然安九利的丈夫荣著早就死了 但安九利还是把这个好消息 分享给了公公 公公一直把他当作亲女儿对待 就连安九利在东京的第一家店 也是公公给他开的 听说安九利要一口气开20家店 公公立马决定去东京帮助安九利 他现在已经很老了 但他始终没有忘记 他的建筑老本行 公公一手创办了老家最大的建筑公司 虽然现在公司交给了小儿子打理 可他和员工们也一直闲不下来 难得有这样好的一个机会 他们便准备去安九利面前大展身手 但他不会知道 此时的安九利正在和报社的老林打得火热 老林是荣著的粉丝 前几天他写了一篇关于荣著的报道 所有喜欢荣著的人都在骂他 只有安九利不在意这份批判 他容许身边有很多声音 也认可每个人不同的观念 老林因此非常欣赏他 俩人相谈甚欢 而且安九利的小女儿和老林的儿子还是同学 这天听说老林发烧了 安九利便去他家照顾他 老林的妻子死了好几年 这些年他一直是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 难得生命中有个女人愿意照顾他 不免让他对安九利多了几分亲近之意 俩人聊了很多 可就在这个时候 老林家隔壁着火了 火势蔓延很快 没多久就烧到了老林家 他们只好收拾东西迅速离开 这才没有被烧伤 老林和他儿子没有地方住 安九利同情他们 就让儿子纯支界把他房间让出来 纯支界拿他没有办法 只能任由老林和他儿子住进来 结果他们才在这里住了几天 就被赶来东京的公公撞了个阵着 虽然安九利及时解释了 但公公还是不满家里多了一个陌生男人 他对安九利说自己是来帮他修建店面的 谁知安九利竟然非常尴尬 公公他们满心欢喜的来 结果什么忙也帮不上 这让他们非常失落 公公来到咖啡店老板这里借酒消愁 老板是他的初恋 他一眼就看出了公公的郁闷 得知事情的原委后 老板决定帮一把这个可怜的男人 听完老板的话 安九利决定跟投资商那边商量一下 很快他就拿到了建筑权 安九利把事情交给了公公 公公这才终于没开眼消了起来 人老了 最怕自己没有用 公公只是想要做些一所能及的事 安九利非常理解他的心情 这天之后 公公就在安九利家住了下来 家里还有老林父子 场面有些奇怪 但也意外的温馨 公公每天都忙着找土地 他们效率很高 没多久就以低价找到了一块不错的地皮 投资商对此无比满意 但当他实地考察过后 才发现公公他们被骗了 好在发现得及时 才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不过经此一事 公公他们是不能再继续接手了 他认命了 老了就是老了 真的不能再和年轻时候相比 公公离开前的一晚 和安九利聊了很久很久 安九利15岁就嫁到他们家 龙柱到处跑 可安九利一直不离不弃 公公真心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 这两天 他也发现了安九利和老林之间的情谊 不过安九利已经没有了娘嫁 公公担心他嫁给老林会受欺负 于是他回家和龙柱弟弟商量 想用他们家来送安九利出嫁 这样安九利嫁了人 也还是有他们给他做后盾 龙柱弟弟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公公这才兴奋的给安九利打电话报喜 可惜他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 就突然发病倒在了地上 他15岁嫁给了首富之家 婚后公婆把他当女儿看待 丈夫也支持他所有的梦想 可惜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开了他 当公公也去世后 安九利在这个家里彻底没了容身之地 但让他难过的不是自己的处境 而是公公的心意 安九利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自己丈夫死了 公公还想要送自己出嫁 这是多么宽阔的心胸啊 公公是真的疼爱他 就连家里最近接的一个项目 他都用小乌鸦来命名 小乌鸦那是融住给安九利取的绰号 公公一直都在记挂着他 得知了公公对他的祝福 安九利在面对老林的求爱时 也不再像过去那么拘谨 他跟老林相处得很愉快 老林每天都帮他照顾孩子 可惜他和安九利没有结婚 在外人看来难免有些不妥 听到店员的议论 安九利的二女儿非常不满 他觉得是老林败坏了安九利的名声 于是 小女儿很喜欢老林 可他的挽留并不能让老林留下来 因为老林很看重孩子们的想法 既然孩子不喜欢他 那他就不能让安九利为难 老林喝得很醉 然后才鼓起勇气 告诉安九利他要搬出去 安九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以为老林不喜欢他了 担心孩子们难过 他还在安慰着他们 二女儿一句话也不敢说 他怕安九利知道是他从中作梗 没了老林日子也得继续过 只是这一天 老林的儿子突然找上了门来 老林调到了别的部门 他工作得非常不开心 再加上离开了安九利 这让他每天只能借酒消愁 安九利劝他干得不开心就辞职 可这话说得轻巧 他要是辞职了 他的儿子怎么办呢 老林郁闷极了 偏偏回家时 他还发现一个人在纵火 老林想要去追对方 结果对方直接拿出一把刀来 捅进了他的肚子 等到安九利得知此事时 已经是半夜了 他立马赶到医院探望老林 好在没有伤到要害 老林才勉强保住了一条命 安九利在医院 给他说了很久的话 还在他上司来找茶时 帮忙怼了回去 老林都躺在病床上了 上司却还惦记着抓纵火犯 他觉得这是个大新闻 可惜老林当时没把做火犯 给拍下来 安九利这才知道 老林在记者之前 竟然还是一个画家 他画出了做火犯的脸 让警察成功抓到了对方 安九利欣赏有才华的人 当初荣柱虽然风流 但也是满腹失书 现在这个老林更好 不仅是记者还是画家 安九利感觉自己更加喜欢他了 听说老林早已分笔不画了 他就去医院劝导他 这么好的才华浪费掉真是太可惜了 只是这次不管他怎么说 老林也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过久老林的伤好出院了 他告诉安九利 他决定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 安九利舍不得他 为了让他重拾画笔 他决定帮老林找回勇气 老林当初是为了照顾病重的妻子 才挺笔不画的 后来妻子去世了 他一个人为了养孩子 只能选择去当记者养家糊口 老林觉得现在的自己已经不配当画家了 安九利想让他振作起来 于是他特意回了趟老家 并拜托融住弟弟他们帮忙找老林以前的画 拿到画后 他第一时间赶去找老林 这画曾经历过炮火 可收藏者不顾危险将他救了出来 这足以证明老林的才华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能看的比命还重要的话 能够差得到哪里去呢 安九利的鼓励让老林重拾了勇气 他感谢并喜欢着这个特别的女人 老林下定了决心 他不走了 他又对安九利大声说一句 他40岁了还准备二婚 为了让两个女儿支持自己 安九利对他们说了很久的话 他说女儿们长大了会离开家 到时候他一个人就太孤单了 现在遇到了想要共度一生的人 安九利是真的不想放弃 说服了两个女儿后 安九利又去说服大儿子纯之介 可纯之介已经20多岁了 他不想这个年纪了还要管别的男人叫爸 所以不管安九利怎么说 他都不肯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安九利无奈极了 但婚礼始终得要继续 他穿上了白色的婚纱 走向了他要携手后半身的男人 可此时的纯之介还在借酒消愁 他不理解安九利的想法 但他爸爸的朋友林太郎 却劝他要想开点 林太郎以前喜欢过安九利 正是因为喜欢 他才想要让他幸福 林太郎的话让纯之介反思了自己 于是当安九利照全家福时 纯之介赶来了现场 他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在安九利如此重要的时刻 他一定希望得到家人的祝福 就算荣住在这里 也一定会笑着送他出嫁 那他这个做儿子的怎么就办不到呢 安九利在家人的祝福中办完了婚礼 婚后老林带着孩子搬来了他的家 现在老林辞掉了报社的工作 专心在家给安九利做后盾 他每天的任务就是照顾孩子们 可惜不管他再怎么努力 也无法获得安九利二女儿的认可 二女儿对荣住的感情很深 当时他出生时 荣住每天都要赶回家给他洗澡 荣住死时小女儿还小 但那时二女儿已经好几岁了 在他心里 他的爸爸只有荣住一个 安九利知道他的想法 和大家要在一起生活 二女儿总不能一直管老林叫叔叔吧 安九利头疼不已 二女儿也非常不开心 他感觉这个家已经不属于自己了 所以他总是出去找纯之介抱怨 纯之介为了让老林理解二女儿 就把过去的事情全部讲给了他听 得知原委后 老林也放下了心中的芥蒂 他决定给二女儿时间接受他 只要他做得足够好 二女儿早晚有天会把他当成爸爸的 老林每天都忙着做饭做家务 就连孩子们的生日 他也记得清清楚楚 这天是二女儿的生日 老林亲手做了一个大蛋糕 想着到时候给二女儿一个惊喜 谁知这晚二女儿一直没有回来 因为他在咖啡店遇到了作家 作家非要拉着他聊天 聊着聊着就忘记了时间 对于他的迟迟不归 老林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他出去找了圈没找到人 就想让安九丽报警 可安九丽觉得二女儿可能只是贪玩 就没有接受他的这个建议 俩人一直等到了生根半夜 二女儿才终于回到了家 安九丽把二女儿拉到蛋糕前 他告诉他老林准备了一下午 这些东西的钱都是他辛苦话差话赚来的 对于别人的好心要接受要感谢 而不是一味的抗拒和不懈 毕竟每一个没有血缘关系还愿意对你好的人 都是上天送给你的礼物 安九丽的话让二女儿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他主动对老林道歉 老林不是心胸狭窄之人 刚才激动也是因为他太担心他了 好在二女儿因为此事而接纳了他 看到他们和些相处 安九丽这才终于露出了微笑 他们家女主外男主内 安九丽负责挣钱养家 老林负责做饭带玩 老林也知道孩子们的想法 但他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一个家庭确实需要分工 不管男女一个在外一个就要在内 这样才能把家庭给搞好 他虽然没有工作没有挣钱 但他在家做家务带孩子 这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啊 安九丽的三女儿很喜欢老林 可这天他就接到一个陌生女人打来的电话 对方要找老林 而老林接起电话后也显得十分兴奋 紧接着老林就跑出去和那女人见面去了 第二天老林很早就开始打扮自己 他甚至拿出了一个红色领结 可老林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全部被三女儿看到了眼里 三女儿把这事告诉了二女儿 二女儿年纪要大一些 他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对劲 他怀疑老林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如果这样那他妈妈外面也太可怜了吧 俩人不敢把这事告诉安九丽 电称大哥纯之介回来时让他拖住老林 他们不想让老林出去和别的女人见面 可不管纯之介怎么拖延时间 老林都铁了心的要出去 三女儿没有办法 只能 加油 老林只好赶紧带三女儿去检查 但三女儿是装病 医院并没能检查出什么 事已至此他只能继续装下去 看到老林和安九丽为他担心 三女儿感到十分愧疚 可他的小心思逃得过大人的眼睛 却逃不过老林儿子的眼睛 他说出了三女儿装病的事 安九丽这才知道他们被骗了 老林哭笑不得 他不知道孩子们竟然在暗中窥探他的生活 他告诉他们 他出去见的那个女人 只不过是他以前在报社的同事 那个同事给他介绍了一份连载小说的插话工作 老林没有把这事告诉大家 就是想要等拿到稿费时再给他们一个惊喜 至于他今天要出去 其实也不是去见那个同事 而是要去给他死去的前妻扫墓 今天是他前妻的忌日 每年的这天老林都会带着儿子去看他 只是今年他和安九丽结婚了 他担心安九丽会不开心 这才向他们隐瞒此事 安九丽的大度在女人中少有 老林都觉得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他对安九丽承诺 以后不管什么事他都不会瞒着他 如果安九丽愿意 他希望每一年都能带着安九丽去扫墓 此后的三年时间里 他们一直过得很幸福 而安九丽的连锁店也进展得非常顺利 此时他已经开了15家店了 每一家店的生意都十分火爆 但现在的安九丽已经不那么在意名气了 他更在意的是孩子的未来 纯制界的小说获得了借穿奖提名 安九丽忐忑地等待着大奖的结果 老林现在是一名插话师了 可他依然负责着家里的家务 听说纯制界要得奖 他激动的要去准备庆祝会 安九丽以前的员工也跑来一起庆祝 但作为当事人的纯制界 却躲在老家不敢回去面对 他怕最后他没有得奖让大家失望 可怕什么就来什么 所有记者都围在屋里 最后结果却是大奖花落别人的头上 第二天 纯制界才偷偷摸摸地回来 他知道安九丽不开心就会去屋底 所以便来到这里见他 而以为安九丽会对他说教一番 不料安九丽只是安慰他继续坚持下去 安九丽告诉纯制界 他母亲以前经常告诉他 人重要的不是为什么跌倒 而是跌倒后怎么办 不要惊慌 不要哭泣 抬头看看天空 那里会给我们答案 这个继父比亲生父亲都要称职 不仅在家话插话挣钱 还要负责家里所有家务和照顾每个孩子 安九丽的二女儿已经彻底接纳了他 因为安九丽实在太忙了 所以每次家长会都是老林去给孩子们开的 这天他听老师说二女儿想当画家 看到了二女儿画的画后 老林简直激动不已 他觉得自己后继有人了 一整天都笑得合不拢嘴 父母都希望孩子能继承自己的工作 这不仅是孩子对自己工作的认可 也能让他们在未来路上给予孩子一些指导 老林正想立即把二女儿的想法告诉安九丽 可二女儿没有开口 他也不好直接说 他耐心等待着二女儿说出他梦想的那天 谁知此时三女儿却找到了二女儿以前的作文 员工得知此事立马告诉了安九丽 听说二女儿想当美容师 安九丽也感觉自己后继有人了 他非常兴奋 还跑到咖啡店去和林太郎庆祝 殊不知此时的二女儿 已经收到了人生路上最重要的一封录取书 在安九丽对二女儿未来做出各种计划安排时 作家那边早已听说了二女儿真正的梦想 原来二女儿并不想当美容师和画家 他真正想要的是当一名演员 安九丽非常意外 可他还是决定尊重二女儿的决定 他把此事告诉老林 老林也觉得应该让孩子去走他们想走的路 俩人虽然失望 但还是希望孩子能过得幸福喜乐 没多久 安九丽的二女儿就去学起了演戏 而就在这个时候大儿子纯之介因为劳累过度倒下了 等到安九丽匆匆赶到医院 就得知纯之介快要不行了 他得了肺结核 一直都在发烧 如果烧退不下去 那纯之介就会离开人世 安九丽担惊受怕 他不断祈求荣柱保佑纯之介 要是荣柱觉得孤独 那就把他带走好了 所有人都在为纯之介祈祷 荣柱弟弟更是大老远去给纯之介求了个平安符 十几年前纯之介病危 就是靠着荣柱求来的平安符 他才好起来的 万幸的是 这次也是一样 纯之介很快就退烧苏醒的过来 安九丽放下了心来 年纪越大 他越觉得 没有什么能比家人更重要 喜上加喜的是 在纯之介住院这段时间 他的作品获得了第31届揭穿奖 纯之介达到了比荣柱还要高的境界 安九丽高兴的把此事分享给荣柱听 荣柱没能拿到的奖 纯之介为他拿回了家 不久 安九丽的第20家店也开了起来 车利老师专程从国外回来为他庆祝 车利老师告诉大家 他回来就不走了 因为他要重新拾起他的美容师梦想 不管什么年纪 人们都想把自己锁梦变成现实 不光是车利老师 就连老林也是一样 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 他便决定去法国继续深造 所有画家都在进步 只有他原地不动 以前他为了家庭而让步 但现在他要去为了梦想重新活一次 安九丽非常支持他的想法 在老林离开那天 安九丽还亲自去送他 两年的学习时间不算久 安九丽相信在见面时 他们一定会成为更好的人 老林走后 安九丽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他要放弃现在所有的店 并把20家店就给车利老师去打理 安九丽要退居二线 但这并不代表他要放弃美容 他以前的心愿是成为日本最厉害的美容师 现在他的梦想实现了 所以他要去实现他的另一个梦想了 安九丽在别人看来确实奇怪 他在该读书的年纪结婚 在该陪孩子长大的时候拼事业 在事业稳定后放弃一切从途再来 没人知道他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因为他本就不是一个走寻常路的人 人生哪有什么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 任何时间段的选择都有这样选择的道理 是非对错是给别人评判的 但快乐与否只有自己知道 安九丽的一生无疑是成功的 个人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 也让孩子们获得了成功 纯织界和小女儿领会 身为作家均获得过借穿奖 长女何子作为宁演员在演艺圈 也是一益生辉 她曾出演过陈间剧多谢款待哦 何子这样评价她的母亲 妈妈直到107岁都很有精气神 经历了多个时代 跨越了无数困难的母亲 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乐天派 和顽强的女人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お待ちいたしておりました